麥堅迪今天在多倫多對傳媒表示 已經與埃利奧特湖市省議員、市長以及總理哈柏聯絡 他們都說要不惜一切營救被困民眾 省長說由失伯利調離的重型挖掘設備 已經在今天下午到達事故現場 聯邦政府也都隨時準備調派軍隊、專家和設備參與救援工作 按省新民主黨領袖霍玉斯今天都發表聲明 敦促麥堅迪盡快向聯邦政府申請調派軍隊 另一方面由於倒塌的建築物有高度危險性 事故現場的救援工作在昨天已經暫停 此舉引起民眾不滿 不少人在事故現場集會舉行抗議活動 在昨晚埃利奧特湖市市長表示 已經得到省府批准救援工作可以繼續 目前當局證實一人在事故中死亡 另外當局相信還有兩人被埋在廢墟之下 不過具體失蹤人數至今仍然未明 另外事故還造成22人受傷 我在想看到五月一會期就要提防 均勤做到有些 loot 前往出到 int和尾 搭捕速度 搭捕速度